有个很奇怪的面馆 除夕夜人很多 但老板却留了一个空桌 不给人做 二十年过去了 没有人见过那一桌的客人 面馆老板在等谁呢 原来在二十年前夜里 老板准备关门 带冒出一个母亲 还有两个儿子 母亲问还有面吗 老板点点头 母子三人只要了一碗面 老板看到母子三人 面容憔悴索性给他们加了个鸡蛋 两个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 不料两兄弟就起冲突了 哥哥说 消炎呀 你吃太多了 我都没吃饱 而且妈妈一口都没吃 消炎很委屈 因为肚子太饿还想吃 消炎说 等我以后赚大钱 我们天天吃面 妈妈听到儿子这句话很开心 妈妈等儿子吃完后 留下钱就走了 老板看见远去的背影 心里也不是滋味 第二年的除夕夜 母子三人又来到这家面馆 不过母子三人还是一如既往的 要了一碗面 老板偷偷的多加了一份 这样一碗面的份量相当于二碗面 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吃起来 消炎问妈妈 妈妈 你吃一口 我吃饱了 妈妈看到哥哥似乎没吃饱 就对消炎说 妈妈不饿 你们先吃面 妈妈到最后可以喝点汤 哥哥吃完后 对妈妈讲 巨蛋 Employee